电话 格纹 扩行 2018年时装流行元素都有哪些 跨界 复古 高级感 哪种风格更适合你 国潮风 设计师品牌 你会为哪些服饰买单 看2018年流行哪些颜色 看2019年会延续哪些单品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各位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今天的2018年度消费报告 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服装 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消费者来说 这衣柜里好像永远都少一件衣服 这少了就得买对吧 有数据就表明 随着我们现在大家收入的增加 我们国家每个人在每年 花在买衣服方面的费用 已经达到人均3993元了 那么在2018年 什么样的单品最受欢迎 哪个颜色最流行 怎么搭配最时髦呢 好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 服装年度盘点 2018年10月25日 中国国际时装周开幕 来自海内外的140余个品牌 与近150位中外设计师 在北京共举办超过130场时装发布会 专业设计大赛 沙龙论坛等活动 从已经创办21年的 中国国际时装周上 可以感知 中国时尚产业的新玩法 首先是打破界限 传统与新生代更加渗透融合 新中装可以很前卫 非宜也能做得很活泼 潮牌中同样不失东方元素 不同文化融合 碰撞缔造出全新的视觉冲击力 和时尚表达 本届中国国际时装周 还带来了极秀极买的全新感受 让设计与消费者的关系 更进了一步 时装秀结束后 消费者就可以在紧连秀厂的设计会里 买到刚刚秀厂上新仪的时装 根据腾讯数据实验室的数据 伴随着收入的增加 我国服装人均年花费 已达到3993元 其中人均年总花费 超过8000元的高达13% 在年龄分布方面 70后人群购买服装花费最多 人均年总花费均值达到4340元 而80后90后 人均年总花费也在4000元以上 是当前服装消费的主力人群 也就1万左右吧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你会买稍微贵一点的 或者买点大家的 没有算过 就我收入的三分之二吧 基本上都会花在这上 几千块吧 应该是2000左右 反正我是比较少的男生 这些消费者在购买服装时 更愿意追求简单 舒适和随意的感觉 其实我大概穿得比较简单 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上班族的话 第一就是舒适的话 反正现在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挑日式的衣服 一般在家居的时候 日式的比较多 然后工作的话就是简单 然后颜色比较好就可以 比较舒适和自然的吧 就让我觉得我最像 我自己的衣服 宽松 轻松 在2018年回忆体 成为不少设计师的选择 让2018兴起了一股 向8090年代致敬的 复古休闲运动风 因为我这个是用了一个 类似于我们 类似于八九十年代 比较复古的那种运动夹课 然后我们可以可能 这个颜色也是一种 比较复古的酒红色 在我们做桂林系列的时候 我们想的就是说 要通过一种比较潮流的感觉 去重新诠释一下 我们可能90年代 当时有火箭大江南北的一首 像区桂林的那个歌曲也好 去传达一些就是我们对于 设计师对于远方吧 一种向往也好 还是观点也好 服装消费势头 在80后人群中将继续上升 并将通过更加年轻 更加精通时尚的90后等 新一代消费群体 得到进一步增强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千禧一代 他们从小是在这种计算机 或者是我们这种科技的 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习惯的是这种科技的 这种视角或者科技的语言 科技的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 不仅运动风潮持续到热 在新一代消费者的眼中 更喜欢趣味感和未来感的东西 对于我自己来说 可能是一些slogan 还有一些小的比较酷的插画之类的 就如果我见到很有趣的东西 我会很乐于穿在身上 因为它会让我觉得说 我在表达我自己 我也想表达的东西 在2018年我们同时会发现 大家会关注了很多 不同材质拼接的这种单品 因为软和硬有相应的冲撞 带给大家穿着上的一些乐趣感 在2018年消费者会感受到 有更多功能性的服装走进生活 这不仅仅体现在专业的户外装备上 日常的运动服装 也有更专业的技术去支撑 这个是我们今年为CBA联赛 打造的比赛服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守纲队的比赛服务 然后今年最大的突破是 我们将一个叫银纤维的纱线 结合到了整个的织物里面 然后这样的材料的好处 一个是让整个的产品 整个的服饰它更有韧性 更有强度更高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对抗里面 会有很多拉扯拉拽的 这样的现象 所以它是能起到一个更好的 运动防护的一个作用 夸张 亮感的扩形 越大越好成为外套设计的方向 合幅宽秀 松弛男友版型 或斜肩与插肩秀的组合 这些元素的应用都有所增长 超长造型也扩大份额 年同比上涨19% 怎么样的东西是舒服的 怎么样的颜色是好看的 怎么样的这种质感是美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 这种材料也好 服装也好 或者是颜色也好 都做的是那种高级感 所谓这个高级感 它不是原本的那种 凹造型过度的那种 装的那种高级感 而是漫不经心的 或者是不刻意的 高级感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感受 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也是潮流发展的一个方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服饰上除了追求时尚 也开始关注品味和品质 这也是人们消费需求的升级表现 那么一些很多这种中性化的 比如说带含灰的这种粉色系的颜色 它其实就是代表了一种高级感 那么这一系列高级感的颜色 目前已经在这种服装 面料 家用纺织品 这个室内装饰这一块 其实已经开始能够 就是说看到了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流行 所谓的高级感的颜色 就是颜色中加入了一点灰色 使颜色不那么显眼 看起来更加的舒服 典雅和高贵 比如说今年的秋冬 我们的那个红色系 包括这个中国红啊 然后那个珊瑚红啊 就是各种这个细微变化的 这种偏正红的颜色 应该是现在目前最流行的颜色 紫色系呢 从我们的这个分析和预测的 这个结果来看 从这个今年一直到秋冬 一直到明年的春夏 应该都有一个延续的一个走势 另外就是这个黄绿色系 黄绿色系 大家看到就是最近几季 基本上一直作为一个绿色系 一直是在很多的这个品类的服饰上面 都有这个应用 然后一直也在市场上 就是能够保持一个这个持续的 一个受欢迎的一个状态 红色是中国的传统颜色 中国人对红色的热爱 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比不了的 近些年 中国文化在时尚领域的发展 也让中国红应用于更多的时尚服饰中 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卸案 在过去的2018年 你可以看到路上主要的是追求点比较明朗的色彩 包括很鲜艳的色彩 突然间很像从一个复夜岸的蓝黑的调局上面 走出了一个很明朗的世界 都是很 不论是秋天 还是冬天 还是夏天 还是春天 整一年来全球的追求很明朗的色彩 只不过在明朗的色彩中 加上它本土的生活习惯 它的这种 这种当地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感觉 加上它特等的感觉 它总的来说都是这样的 2018年的流行趋势 不仅是颜色上的明朗 在图案的选择上也更加活泼 用大胆有活力的印花图案 传达积极乐观的信息 你会看到很多花朵 整个桥楼都喜欢花 不论是潮牌 不论是各个国家的潮牌 各个风筑的潮牌 都是一个很鲜艳的花 很漂亮的花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很明朗 而且科技感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大花图案年同比增加31% 成为焦点 全新的飘逸半全占总量的15% 花卉让造型更加完整 更富有女人味 我觉得对于18秋冬来说 感觉最大的一个流行趋势 应该就是复古 这种70年代的温情的 飘逸的怀旧感觉的东西 再加上新流行起来的 80年代的这种超大扩行感 开始慢慢地 这个趋势开始慢慢地显露出来 其实对于全球来说 大家也都在复兴和 把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风格 重新把它们拿出来 把它们变成一种很潮的 很酷的 很时髦的一种元素在 80年代潮流 也对印花和图案有所影响 动物印花年同比增加29% 鲜亮配色 称霸印花 传统休闲印花 例如迷彩 年同比减少了47% 这种70年代感觉 比较怀旧的 优雅的 飘逸感的长裙子 其实这个对于 在今年秋冬来说 是一个新的流行点 因为一般我们秋冬来说 都是不太会去 注重这个裙子 尤其是雪纺裙 这种飘逸的 轻薄的这种裙子 但是这种 很女人味的 很优雅的 很复古的 给你一种 很舒适温情感觉的 这种长裙 其实比较贴身 修身一点 从头盖到脚 在你身上产生一种 非常飘逸的 这个优雅的感觉 跟外面这个大扩型的 大衣外套类型的东西 反而能够形成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互补 和一个对比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其实今年秋冬 也都着重去做了 刚才这几个元素 从各种外套 在服装中的占比来看 风衣年同比增加58% 变装西服初进风头 年同比增加6% 双排扣款外套 和男友版型 同比增加15% 也是在向80年代致敬 2018年的外套 重点在于买得少 买得精 消费者们更看重的是品质 2018年是格纹重要的一季 格纹年同比增加了11% 占所有印花的7% 份额最多 格纹服装中 长裤和夹克所占份额最多 分别是21%和18% 为利落单品带来了搭配机会 因为其实格子的话 其实这两年 一直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 包括我觉得到明年 其实还是非常硬紧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oversize 扩行感的这么一件 格子衬衫 那么它们就是 我们当季的一个产品 它其实穿上之后 它的 你可以看到 你其实看不明白 它是什么样的 对吧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衬衫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 这种设计的细节在里面 其实这种带有 不规则的剪裁 包括这种有层次感的剪裁 其实一直是 我一直是推崇的 很强劲的一点是格子 我们应该都注意到了 身边整个秋冬季节 开始慢慢出现 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格子 从几个传统 就喜欢做格子的大牌 一直到我们身边 日常 同志们的日常穿着当中 我们都会发现 大家对格子忽然又感兴趣起来了 对尤其是这种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种过去我们看到 曾经是妈妈们身上 穿着的这种老格子的东西 我们又重新开始 对它感兴趣 然后觉得它们是很 很时髦 很年轻的一个感觉 2018年亮色格纹 成为以往经典格纹的 绝佳替代 设计师通过对版型的改造 拼接格纹的运用 更具新潮与魅力 2018年春夏 其实主要流行趋势 我觉得很强劲的一点 也是复古 但是当时主要是这种 七十年代感觉的复古 比较飘逸的 比较女人味的 淑女的 温情的这种感觉 就所以说雪纺面料 就会比较强 我们看到非常多 层层叠叠的荷叶边 然后非常多的褶皱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拼接 色彩的拼接 不同面料之间的拼接 或者是褶皱之间的拼接 和叶边层层的 不同颜色的拼接这样子 对所以说就是 基本上来说 我们度过了一个 比较清爽的 复古的优雅的一个夏天 超长连衣群 在2018年也很有人气 年同比增长6% 占连衣群总量的31% 梯形连衣群 年同比增加49% 在裙子裁剪的时候 也是蛮有意义的 就是我可以从这一边起来 这个是活的 那这个我是直接用了 摆折的这种造型 然后这个是真实的面料 这块是送紧 那送紧我做了一个切割 这样子 整个造型这样子下来 它就整个女生的造型 就在腰部上 这个是有一些 就是灵动性很强 那这一件呢 我是整个造型很简单 就是中式的一个 在如今个性化 多元化 绿色化消费浪潮 及互联网 大数据 智能制造等新型技术的影响下 2018年 设计师的作品 强烈彰显着原创设计 传统创新等时代特征 跨界成为一大流行趋势 受到特别多人的追捧 我们看见这一年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种 这种跨界合作 或者设计师合作 这些产品能为 很多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叫千禧一代 或者是我们的80后 90后 作为我们现在的消费主力 所接受的 他们很喜欢这种 个性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或者是个性 或者是有自己标签的 这样的一个服装 去体现自己的个性 在2018年的纽约时装周上 天猫国潮团队联手老干妈 双卫云南白药等老字号品牌 和美国本土潮牌合作 推出联名款 据说老干妈的卫衣 比AJ爆款还红火 2018年末 李宁和红旗发布的一组联名款 它属于中国的潮饭 和街头时髦感相结合 充满趣味 因为我觉得像红旗公司 它也是一个中国 非常老牌的一个企业 非常知名 然后在过去的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个 也算是我们国家 那个汽车界的一个象征 然后包括 但是它其实给 很多消费者带来的印象 也是这种比较 怎么说比较 比较正式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希望 能通过一些跨界的合作 包括这种非常有意思的项目 能提升他们跟年轻人的关系 跨界已经成为时下网红词汇 它加两种不同的特性的能量 相结合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品牌合作 迎合了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今年上半年我也有一个系列 是给一个英国的 一个插图的大师 叫马克维根 他给他合作的 就是因为他挖了很多插图 挖得特别美 就是通过他的插图 挖的通过他的涂鸦的东西 通过我们那个衣服 我们那个出席团队 也给他们做了很多卡级的合作 也是满足一下 因为当时的年轻人 他这种在国际拥护的情况下 探索的新的这种生活方式 或者是新的文化理念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 人也一样 要给不同的人合作 创造更新的东西 灵魂也一样 要碰上不同的灵魂 会创造一点当上 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感觉 2018年 设计师品牌 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熟知 和大众品牌相比较 设计师品牌更加地有个性 特点表现更为夸张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把中国文化反映在 具有时代感 商业价值的设计作品上 展示文化与设计的力量 为中国时尚发声 五千年的文化 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特点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 我作为一个设计师 去呈现或是表达 他主要是要懂得把握 他的细节和把握整体的一个结构 扩行 社产 他的流行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有他独特的意义 我觉得说是设计源于文化 那文化就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 每个国家的思想哲学 他的看问题就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设计师应该有自己 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 来提炼他的一些设计 中国的设计师品牌 更多地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 加入了包含文化元素 少数民族元素等中国元素 影响着年轻一代消费者 让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神兽 来守护你的财运 守护你的安全 所以这种概念是 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 那么看到我们秋冬的这个设计当中的话 这个超大扩型的羽绒服 其实是今年秋冬 我们销售反应很好的一个款式 然后它的背后就是我们用了 这个焦图的这个形象 然后我们把它跟这个像素艺素进行结合 或者说和中国的这个 还有这个中国笋某穿插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对 然后让它在你的背后 守护你的安全 所以这样一种元素 现在我们国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并且肯定接下去会是越来越强劲的 多元化美感创新的中国元素 简约而不简单 向传统之美致敬 那么这款衣服上面呢 我们这上面的这个印花 我们设计的是一个故宫 也是故宫房顶上面的这个守护神兽 那个五脊六兽其中的一个吃吻 然后对月图云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但是整体看起来的话 你不会觉得它古旧 你会总体感觉它是一个比较有现代感的 然后比较有秩序感的 很轻松时髦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男装在2018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色彩上的 从简单的黑白灰到更多丰富的色彩 其中也不乏鲜艳的颜色 那现在呢就是有捆切狼 还有绿色 森绿 枣红 还有大红 黄色等等流行色 在年轻和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它就名度比较深一点 所以这几年你找出的街面上看到的 很多生活方式都变化很多 五元六色 在街面上或是生活上 都会有很多很灿烂的生活方式 2018年男装也从宽松舒适 逐渐演变到得体 随身 设计师也开始关注版型 什么样的款式可以更为得体 甚至显瘦 显身材 那这一个男生的这件的衣服呢 我觉得也是特别 然后加了这个是一层这个薄纱 这个是丝呢 这个是那感觉在早起路来 它更有飘逸感 更有自己就是对设计那一种 就是朦胧的东西 我觉得它的东西比较相对比较忠实 但是腰服呢 我采用了一个 这个是凤凰 凤凰花的 那么对于已经到来的2019年 又会有哪些流行色彩登上时尚的舞台呢 19年春夏呢 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秋冬的这个红色 正红色 到了春夏以后 它的这个民度会略有升高 另外呢就是这个黄绿的 就是黄 就偏再黄一点 比如说民度高一点的这种黄 黄绿 仍然呢 那个会在市场上 特别是这种目前的这个服装的这个趋势 像这个休闲 运动这个方向靠拢 就是现在奢侈品也好 时装也好 其实呢 都在加入更多的这种运动元素 那么这个黄绿 作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的 这个风格的这个色彩 它也会就是继续被运用 然后继续受到欢迎继续流行 2019年来说 可以各种各样的发展 都可以存在身上 但是呢 可能有几个特别的色彩 一个是一个 你之前穿的大红色 我感觉可能没红色 大红色 这种很久没见过 这么明亮的色彩 可能会变成 在整一年来说很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橙色 橙色 这上一年流行的是一个柠檬网 我估计今年那个橙色会更流行 另外橙色 还有一个色彩的类别呢 可能就是扮成这种红色的 还有一个可能这种树叶的绿色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有一点那个 追求另一种类别的 就是海洋的色彩 2019年 又会有哪些时尚风格继续延续呢 19年的趋势 其实也是延续了18年 继续复古下去 然后但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 就是这种70年代风一统天下 长的优雅的飘逸的 这种70年代风一统天下 慢慢的开始过渡到像80年代 这种大女人风 这种权力套装 power suit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超大扩行 我们会从秋冬的超大扩行 一直延续到春夏的超大扩行 超大扩行的西装啊 比较直身的风衣啊之类的 这些东西会慢慢的强劲起来 我们会看到很多娇小的女生 然后忽然可能会去穿上一个肩 但非常宽的 似乎好像是把过去妈妈的衣服 那个年代的大店街妈妈的衣服 给拿出来穿的这种感觉 那么其实套装其实在19年 我相信会非常的流行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身上穿的这样 这其实也是套装 其实套装的运动套装 其实在这两年都很流行 都很好穿 又很有时尚感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 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为什么 你不需要去搭配 你不需要去动脑子去怎么搭配 你只要穿一身 你一定是时尚的 在服装消费上呢 70后买的金 是当前服装消费的主力人群 而90后是换的琴 每个月购买服装的评次 是最高的 随着人们对舒适感的追求 2019年运动休闲风 将会继续受到追捧 而温暖的黄色 绿色 等色系会继续流行 故宫红 蓝瓜色 豆沙色 2018年什么颜色的口红最流行 抗出老的90后中年少女 理性的成分控 颜值经济如何改变你我的消费行为 2018年中国化妆品市场都有什么特点和趋势 欢迎收看消费主题 颜值是一个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词汇 如今颜值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了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化妆品消费国 我国化妆品进口 近年来一直是保持增长态势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2018年我国前三个季度 部分消费品增长速度显著 其中化妆品的进口值是增长了75.1% 表现尤为的明显 下一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盘点 2018年的化妆品市场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